戒是人死 学为人死 行为示范 我们的行为要能跟世人做榜样 做模范 随其心动力想想 这社会大众 要多起向我这个念头 好不好呢 如果觉得不好 不妥当 这个念头不能起 自私之地的念头不能起 偷盗的念头不能起 害人的念头不能起 这个都是戒律所不虚构的 戒啥好不好呢 连小动物都爱 你能不爱人吗 小动物都不伤害他 你会伤害别人吗 不可能吧 不偷逗 不邪淫 不妄语 人人都喜欢 佛家的根本大解 对于国家社会 佛有四条终结 不做故贼 不帮故主 不漏过税 不犯故质 故质就是国家的法律 这是佛教弟子 对于国家民族 一定要遵守着四条 国家家民族 把佛教灭掉 也要服从 不能反抗 中国历史上有个四字 三无一种灭法 灭的时间 这一两年 佛教兴了 为什么 下面皇帝看到 佛教徒这么好 这么听话 你灭他 没有反抗 这是最好的 好榜样 人民的好榜样 所以皇上 下面您又复兴起来 我们要遇到 用什么态度 要跟古人一起玩 古人没反抗 我们反抗 那我们就错了 古人不开这个例子 我绝不开这个例子 一定要做得更好 好宽 这一个地区 不能容老 还有别的地区 世界很大了 以佛教为国教 泰国是一个 佛教国家 但是泰国的佛教 没有能够落实 到民间的生活 所以它的社会 还是不稳定 虽然没有流血 但是太皇在世 六十多年 政变 至少有五十次 政变 就是不稳定 但是 它没有流血 这就是 比一般国家政变 要殊胜 其他的国家政变 都会有战争 都有很多人死亡 泰国没有 这什么原因 还是教育问题 如果要提倡教育 利用现在的 电视广播台 请一些在家出家的大德 讲经教学 问题全解决了 讲经教学 你们听久了 总而一句话 言之 无非是 劝人向善啊 有人天天在 劝人向善啊 不是善的人 时间久了 慢慢也会回头 变成善人 所以不能不教我 不教他 不能回头 教他就回头了 这是我们过去 在汤匙做实验 真实的 而且很快的就回头 就让我们感到 非常惊讶 肯定了 祖宗所说的 人心本人 人是教的好的 你要不教 用什么方法 都不容易教他变好 只有教育 能把人教好 从中国自古以来 老祖宗 一些甚至 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 今天 如果每个国家领导人 重视教育 世界一定太平 这个太平 绅世不是一个地区 是全球 希望国家领导人 要求我 要明了 中国这么多好东西 迫切需要的 赶紧翻成外国文字 让传统的教学 常通无阻 要训练 死资 那对全世界 做出最大的贡献 民间启动 是非常艰难 效果不大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 总比没有好吗 汤匙小镇的教学 希望将来 国家能够的恢复 属于国家的 不属于我的 我完全奉献各国家 马来西亚的汉学院 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 宗教大学 这些是我建议做的 目的都是想培养 四次 预定十年 培养世界第一流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这个 真正能够带给 全球 安定 活着 我建议的 活着 我建议的 我建议的 人民 幸福 美满 所以戒不能不学 应当要学习 道俗先奉 道是出家修行人 俗是在家修行人 都准处 都奉行 心为业往 戒律 教学都是以心为主 必须把不善的心 变成纯净纯善的心 这个教育成功了 把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了 统统舍弃了 其心动念 纯净纯善 肯定 与笑题中心 离以廉恥 仁爱和平相应 肯定 与三规五界 是什么 六合六进 六度完全相应 这个教育 才算成功 从哪里做起 从我自己做起 管用 自己不做 劝别人做 肯定失败 我们在汤匙成功 依据的理念 就是这一点 我劝告所有的老师 我们要从自己做起 自己做不到 劝别人 是失败的 不会成功 必须自己 百分之百的做到 然后劝别人 别人会向你 学习 这么做成功 完成了 为什么 告诉医学 是 幻师 如果 有点 不 无